是新的东西 加油加油 希望可以看到你更好 更精彩的作品出来 月底跟下个月都有展览 月底跟下个月都有展览 那帮我们预告一下 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月底是 11月27号是在学学文创中心 学学文创 然后11月中是在台北当代馆 有连展 所以呢 刚刚如果对这个耿真的作品有兴趣的 观众朋友呢 都可以到这些地方 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见人的作品了 后面看到这两幅很大的画作 是你今天带来的 对啊 是我今天带来的作品 你的领域是油画 对就是比较 虽然是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品材 但是它是一个想法上 跟观点上它是用一个影响去处理 它并不是说 它要这么直接去表达 可能某一段时间 就是说 我一开始的出发点是 想到一个是绘画一个故事形成去处理 对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或是一个开动 中间的过程 对 过程 它是一个抽取出来的片刻 对 所以它是用一种记忆式回忆式的方式去传播 或者说它是 好 刚刚这一段真的太困难了 我必须要把你拉回来 我们观众朋友才能进入你的整个画画的世界 其实就我们先看到的来看 对一般传统油画比较不一样 油画可能都是比较你真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你的让我感觉像你身后这一幅啊 像电影海报 对不对 其实我的作品很多的取决都是从生活经验取决 生活经验 所以这个画中是三位女生吗 应该是女高中生吧 我不知道 女高中生 就是我会随手拍一些影像 可是它可能是 因为像我现在是使用数位相机的部分 那它的影像存取的人是非常大量 然后所以这个片刻是我在 可能从电脑里面去选取的时候 然后我会去 因为像是它是一个素描 我会去把它构图 因为摄影把它当成一个素描的部分 所以它本来你创作的概念 它其实是一个一瞬间的照片的影像 但是你在把它转成绘画的时候 好像我们像这样看起来 它是比较模糊画的对不对 对 因为我是会想让它本身上面的时间感 是更大量的 它不是一个取就一个小小短暂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画出来不要是照片 这么真实的那一瞬间 是这样吗 对 然后它可能 就我讲它给每一个人的时候 丢给一个观众的它是一个讯息 然后你会 它会 它有时候不是我去讲书的 就是说它会跟你讲一个 它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这是一个在沟通上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去香港各展过 然后也去韩国跟一些地方 像新加坡连展过 那其实变成是说 我没有办法直接用语言沟通之后 可是我却有办法是从我的作品 去跟观者去对话 它会直接提供一个说 它的似曾相似的经验 然后我觉得说那是一个建构在 就是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上 可是我每天起来它所做的事情 都是雷同 比如说过马路 那这一张其实是在一个捷运 一个周边 这张是在捷运站着周边 对 然后可能是一个傍晚 或者什么时候 对 其实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 所以时间感并没有 你没有把它画得很确切 是什么样的一时间感 因为我不会去强调说 比如说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可是其实对于那个意义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跟你说这是杯子 可是其实它并不是 它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方式 可是这个解释方式是一个 观者它自己可以去解读 我并不用那么强势的去跟你说 我在做什么 我比如说我画一个苹果 我跟你说这是一个苹果 对 因为我觉得说像我的话 它虽然说它不是追求 我觉得它是真实的 对我来说它是更真实的 对 它比写实的东西是更真实的 因为它有很大量的流动的时间在上面 然后我觉得说到最后它 新的绘画它是一个品味的问题 对 我承认说我的品味 尤其是有点奇怪 可是它其实坏的品味也是一个 好坏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没有这么明显的那个 它是一个你觉得取决 你去咬的时候它会是不同的味道 对 所以其实我的作品 每次去展览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算是收获嘛 就别人会提供一个观感 他看你的画的观感 所以其实跟方毅就有点接近了 对不对 其实你没有很明确的去点出来说 我在画什么 那可能就是随着个人去参观者的 他的生活经验 他会有不一样的共鸣 或者是他有不一样的感受在里面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你的 个展的时候的作品 我去年底在北美馆的个展 然后像这一幅是 我那时候把它放在一个正面 就是一个我的自画像 这是你的自画像吗 对 因为我觉得自画像对 还蛮重要 因为一个艺术家他会放自己的自画像 其实是一个年式的过程 这张作品的名声叫做年式的自我 年式的自我 对 你说改很多次的就是这一幅吗 对 这张其实我画完之后 其实没有很满意 可是我停了一年 可是我其实加了部分之后 前面那一层白色 对 因为我在一年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停下来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所谓成功或失败 因为就是说作品它只要我做 我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只是那是时间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在动脑筋的 因为艺术是分年纪跟资历的 只是说你要去动脑筋 大家比的是脑筋 然后那时候我展书的时候 还有这一幅就是图竹 然后它是叫 它的曲名叫做生活上照样继续 然后这是从一些我的周遭的 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一个 所谓的让它有一个叙述 或者是故事性的 其实很像我们看到的那种 电影的分镜图 或者是它的那个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概念 照片的呈现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图组是有四十组的图组 然后就是像我后面这个大小 那当然我在排它的顺序的时候 我并没有很刻意地去选择说 它有什么顺序或时间或什么 我把它是打乱的 而是丢给一个观众说 你去演截 你去把每一个的情节 去把它好像锁在一起 因为你给它的第一张跟第三张 它有可能第二张 它会觉得说是什么 它中间会自己联想 对 它自己会联想 而且我可能从左边看过来 右边看过来 或是上面看过来 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性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一直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循环的一个片段 对我来说 而且你其实画画的说法 你刚刚说你画画的时候 都还要戴口罩 就是户具 因为我的绘画跟以往的创作方式 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并不是拿一支小小笔 或者说去沾那里面 然后它是慢慢堆叠 有时候我会去把那个顺序去反过 像其实我后面这一张 很特别的是 它其实在绘画上来说 其实大家都会去堆叠那个主体 可是其实这一张 我堆叠的是 主体